現場的朋友們也要知道一下 據說你自己本身也算是單寧控 除了條紋控之外 是不是也有很多 提出也是所謂的單寧褲的收集 是不是 如果有在注意我平時的穿著 或是異或是被媒體偷拍的一些東西 就是不小心的都是單寧 有時候是連身的單寧的連身褲 甚至是單寧的長裙 或者是單寧的寬褲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真的很喜歡 各種緊身寬鬆的吊帶褲 你看我們裝置藝術來說 光是看到那一面起來 我們覺得好像回到家一樣 很喜歡 全部都是單寧褲塞在裡頭的感覺 那聊聊看你平常穿搭好了 剛剛說的其實心裡頭 花了很多時間來盤算 這一條褲子要怎麼搭 那個衣服要怎麼搭 所謂的穿搭心法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你的心得好不好 我覺得要看每個人的優缺點 那就先從優點開始好了 因為我腰非常的細 所以像很流行高腰的褲子 不管是高腰的寬褲 或者是比較高腰 然後可以顯現身材的褲子 我覺得我會偶爾會盡量讓自己顯現出腰細的感覺 真的是 然後走在路上給人家帶來很大的壓力一下 但是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壓力是 你穿高腰前去吃飯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快吐出來 你一坐下來它其實是擠到你的胃 卡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就是會顯現身材 然後很多人是喜歡穿短褲的 但我加一條短褲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有區塊的裸露的一些強迫症 就是如果今天我整條腿要露出來 我上衣必須穿到高領 我才會覺得我比較安全 因為有那個Balance要出來就對了 要有平衡感 對 所以我其實家裡都是長裙 長褲或是氣氛 然後或者是 有些短裙的話也大概到膝蓋這樣 那所以下面比較長代表上面可以穿小褲 對 是這樣的意思 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Balance還在上面 對 整個要有平衡感 那我的衣櫥其實各種顏色的牛仔褲裙 吊帶褲都有 都有 對就淺的刷色的 破掉的甚至 不要覺得丹寧一定是藍色的 嗯 其實黑色也可以做丹寧 粉色 各個顏色都可以做丹寧 唇甲就是要這種粉